近日,中国西北工业大学遭遇网络攻击引发关注 据相关部门披露,此次事件是受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的网络攻击 我们掌握了哪些缺逃证据能锁定背后黑手,国家层面的网络攻击带来了什么警示 对此,记者采访了参与联合技术分析与追踪溯源的360公司创始人周鸿一 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抓住NC的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过去的两年里面,我们已经两次在其他的攻击里面 两次都发现了NC,它在这次西北工业大学里面用了十一种武器 每一个武器针对不同的平台,针对不同的用途 甚至每一个武器都用了不同的漏洞 所以我们专门为了跟踪美国NC的网络战武器 我们把它历史上的很多代码的样本上都有这种分析 所以这一次呢,就通过这种代码的这种习惯的验证 包括它一些攻击模块的组成 还有它内部一些代码命名的习惯 那么我们基本上能够比较准确地把这个证验能够固定下来 证明是美国NC 周虹一表示,网络战不分平时、战时 许多网络战都是在双方友好和平时 将一些攻击软件等渗透到对方重要系统中的 网络战不分平时、战时 传统作战可能要等到宣战才会爆发战斗 但网络战越是在友好的时候,越是在和平的时候 像他们才要用网络攻击的方法 周虹一强调,随着中国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 对于中国基础设施的防范是下一阶段需要重点关注的 随着中国现在城市的快速数字化 现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 应该来讲我们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也在数字化 所以未来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攻击 我仍会变成下一个阶段的我们重点要防范 我觉得要加大对数字安全的这种顶层设计 就是要把安全,要把数字化安全 变成整个数字化的安全底座 来给我们数字化战略保调护航 同时,周虹一表示 通过这次网络攻击事件 也提醒我们要建立国家级攻击基因库和样本库 在以后受到网络攻击时可以精准溯源 所以我是觉得通过这次西北工业大学的证据 我们可以来看得出来 整个网络战也是非常隐秘的 这网络战长期以来对我们国家最大的挑战 还是说他们会想法设法地让我们看不见 这次西北工业大学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好 发现那些蛛丝马迹之后就迅速地报警 可能很多人被攻击了 自己还不知道 这里面将来应该给国家建立一个国家级的这样一个攻击的基因库和一个样本库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谁来打你的时候 你在发现攻击和溯源的时候 就会越来越精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